那是這個你的態度上的問題 因為好像民進黨今天罵的也特別鬆 然後國民黨好像覺得說黨產也不足以習這樣子 那看起來就是鬥爭清算 那我想親民黨應該比較有立場 可以站在這裡問你的態度 那到底部長你到底知不知道 國民黨的黨產到底有多少 我所謂的知道的內容 就是他們一年一度報到 內政部來報備的這個財務報表 所以你知道就這樣 那我想請問一下 那國民黨的黨產到底有多少 真實有多少 到底是幾個人知道 還是到什麼樣的階層的人會知道 至少我不知道 我知道就是那個 他報給內政部的那個這個報表 那部長你今天是國民黨員嘛 那今天針對這個議題你來備詢 你的角色會不會覺得很尷尬 不會 我今天是以內政部部長的身份來備詢 那全部的版本你都看過沒有 蛤 就全部的啊 譬如說今天要省的民進黨的七個版本 國民黨自己提的一個版本 大致上看過 有沒有仔細看啊 大致上知道他們的這個利潤 他們的想法 那部長你認為誰的版本 哪一個版本 真實是橫橫的跟你打下去 我覺得 寫在幾個版本 都在職務執行上 都以為會有困難 職務執行上是有困難 都有困難 那這樣問比較直接好了 到底有哪一些條款 是讓你有那個感進殺絕 還是背下毒手 還是自愛難刑的感覺 你說你都看過 我想要看你的態度 到你覺得這個 我不會去說怎麼趕盡殺絕 但是我早上也說過 如果是不當的長產 就應該做適度的處理 這個態度 就內政部是政黨的主管機關來講 我們沒有改變 但是在立法上來講 我們希望一個法 是能夠公平平等 還有一個普遍的一個原則 而不是針對某一個特殊的狀況 因為這個是比較少立 那麼大概 我們也希望所有立出來的法 將來能夠確實實務上可行 所以部長這樣聽下來 你覺得就是目前的七個版本 跟你們國民黨自己提出來一個版本 其實都比較自然難刑 我覺得在實務上來講 都有相當難度的這個地方 所以有哪些條款 你覺得可以做的 還是說未來是可以支持 雖然你520就對不對 因為我剛才說過 目前對於所謂的不當 黨產到底是不是不當 那麼事實上可以尋過 尋司法途徑來解決 過去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也曾經成立委員會來處理 也處理的有一部分的程度 但是現在如果還認為有哪些不當 他是可以尋這個司法途徑來解決 所以目前七個版本 加上你們自己國民黨的版本 你都覺得自然難刑 為什麼我要這樣問 因為你今天光看這幾個省的版本 就是說 你不單單你們只寫了七頁 建數差很多 業數也差很多 感覺好像國民黨針對自己 黨產處理沒有誠意 還是要準備要棄手 任人宰割 有沒有有沒有覺得這種感覺 你都覺得自然難刑了 然後接下來我看你們態度也很消極 國民黨對於未來的黨產的管理 他提出了他的看法 對於什麼叫不當 他主張是以給監察員去做調查處理 那麼我講的所謂自然難刑 大概都是在所謂 當與不當的認定跟處理這一塊 我覺得都不管哪一個版本 在這實務上來講 的確是應該在進一步討論 其實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因為部長你一直在提說不當黨產 你就覺得應該要處理 可是這個態度好像是這樣子 因為親民黨的立場應該算是比較公正的 其實今天我們並不是說要清算你們 我還是要跟你們鬥爭 因為國民黨從來沒有對親民黨好過 但是我們是算比較有情有義 我們認為呢 親民黨其實並沒有要清算國民黨 但是多於國民黨自己主張 所謂合法的黨產 因為你一直講不當不當不當 那什麼叫做不當 什麼叫做合法的黨產 這個你可以就是說明一下嗎 你怎麼認定 所謂不當的黨產 我想顧名思義就是他來源 可能是國家的 或者是不當的方式來取得嘛 那我想過去的確從監察院的調查報告裡面 也有部分的黨產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從國家的資產取得 那這一部分 國民黨透過協議 或者是有一些徵送的 政府對國民黨提徵送的 這樣的一個程序 也都有一部分的 大部分都已經獲得解決 那這樣部長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那你覺得國民黨的合法的黨產比較多 還是不當的黨產比較多 這個我沒有辦法回答這樣的問題 因為我不知道他的黨產是 是什麼 是哪些內容 實質的內容 對 那就依你啊 你來看你是國民黨員 國民黨員 為什麼我要問這個問題是有後續 你不用這麼進攻 這樣 三民外的內容 你哪合法的話 你們自己要提起來這個舉證 說這個裁員也好 或者是這個黨產是合法的啊 如果他今天是合法是 國民黨的黨產 而且來源也很清楚 你們應該要守著你們的黨產啊 這個你認不認同 不是 你應該講國民黨嘛 我今天來自身為是內政部部長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說 你認為這樣子的說法認不認同嗎 就是說今天應該自己要來舉證說 哪一些的裁員是 就是說哪一些黨產是合法的 但是一般來講 我想要控訴對方有一個 有不當的行為來講 通常是 控訴的一方是要負舉證的責任 那所以如果合法的話 你不是就應該要好好的守護著嗎 如果是不當的話 你今天就應該歸於國財嘛 所以國民黨的態度 剛才林德福委員他幾位委員 他也是講說如果是不當的 當然他們都不要嘛 本來也不能要啦 其實也不能要啦 其實 但是如果是合法的 你覺得就應該要好好的留下來 而且要說明清楚嘛 對對對 對啊 我要的就是你的態度嘛 我今天不論你是 就是因為你是內政部長 所以我要的是你的態度啊 對 合法的當然是要具體的主張 但是至於說他合法的財產 將來他要怎麼處理 那是另外他的事 所以就像我剛剛提的嘛 不論國民黨未來你是要捐也好 或者是說黨員要分錢也好 其實這都是國民黨的家務事喔 沒有錯 清明堂是給予尊重 但是對於拿不出證據證明的部分 對不對 覺得屬於國產的部分 就應該歸還給國庫 歸還於人民 這個你認不認同 我剛才說過 所謂的拿不出證明來 說自己是合法的 那就說是不合法 那我想這種的方式 大概一般來講不會對自己 提出對自己不利的證據嘛 這樣聽起來 好像你們這個說起來都是合法的啊 我的意思是你沒有聽清楚 我沒有聽清楚我問 你要控訴對方 你應該舉出舉證嘛 一般這是一個 對嘛 所以當你舉不出來這一些 黨產是 黨產不等於 不合法的 你應該這樣想嘛 你應該舉證說它是不合法的 對 那沒有你不是要人家來替你舉證說 你自己要舉證說這些是合法的 我想這個要求 這個是我們的立場 這一般來講這種要求大概 我站在一個 我們一個 從法律面來講 所以我才問你贊不贊成嘛 不會是要求一個人 譬如說我說你有沒有考試作弊 那你自己說我 還要先去收集證明說 我認為這樣你就有點太過了 我的意思是說 你今天 我覺得今天要求你們說 如果你認為這個是合法的 你就提出相對的一個 裁員的證明也好 或者說這個黨產 就不等於國產的這個證明也好 我覺得這個是很可以做的啊 那如果 這一些都是國產 你本來還給國庫 或者還權漁民 這個也很 也很正常啊 為什麼這個 不是啦 這個就是我剛才講嘛 人家控訴你說你這個作弊 那你說 我要對方要去舉證說 我講的就是公平的 就是公平正義上的一個 一個框架下嘛 你不能說 都還沒有討論 你有覺得人一定會把你害死 這樣對嗎 這個心態也不對啊 那被指控的那一方會很忙耶 所以我覺得你講這句話 而且不敢表態 會很忙耶 因為2006年以後 政黨必須上內政部申報財務狀況嘛 就像你剛剛說的 那到底這個公信力在不在 還是只是形式上的一個形式主義 我們這個各政黨這個來報備的這個 他的這個會計報表都經過會計師簽證 那所以他是形式還是你也覺得他具有公信力 我們都 我們在這個對政黨所申報的這個 這個資產負債 這個資產 我們副債表大概是我們以尊重 我們不會特別去查查 所有政黨都如此 所以你覺得他是具有公信力的 是 那這樣子 申報反而好像變成政府認證國民黨做假帳 這聽起來很怪怪 沒有每一個政黨都如此 包括親民黨也如此 所以你的意思說 這個是有行 不是只有形式而已 你也認為他是有公信力存在的 不是他就是報備吧 被查 為什麼張會 因為舉例來說啦 我們去看你144筆土地帳面價是6億 房屋131筆帳面市值4億 然後中頭呢再加上新育台的 這就是現在所謂166億的由來啦 那部長你覺得這個數字 就撇開你說 你今天在這裡被詢視內政部長 不是國民黨員的身份 就一個內政部長的常識 你相不相信這樣的一個數字 我沒有辦法判斷 因為我就不知道 國民黨有多少財產 他到底想講的是不是還有其他 或者是少於這個 我根本沒有辦法判斷 完全沒有辦法判斷 你這句話答案就出來了 因為如果這166億 然後再扣掉黨工的退職金 18%這些準備金 最後可能可以還財余民的金額 好像只有到20到30億 你知不知道 我不清楚 你什麼都不清楚 國民黨的事情我怎麼會清楚 對啊你這個轉型正義 這你內政部部長 對啊 就好像我也沒有 不會要跟親民黨有多少財產一樣 我們不要說 內政部長的高度或角色這樣子 就說你只剩20到30億 然後這就是所謂大家喊 就說國民黨說要捐出來也好 要做什麼公益也好 不管 這都給予尊重 可是這樣的轉型正義 是黨產歸零的結果嗎 為什麼這樣問 就到時候520卸任之後 你已經是一個平民的老百姓了喔 那如果你站在老百姓的角度 你可不可以接受 站在一個黨員或者是老百姓的角度 那國民黨願意把這個財產 捐出來 這個 這個 捐給公益 我想這個是好事情 好事情 所以就是你覺得他只要捐成公益 然後什麼事都沒有了 這個我覺得是好事情 就是其他的 是不當黨產什麼都不需要 都不需要解釋 其實為什麼這樣講 其實 不當黨產條例 其實對國民黨來說 你們都覺得是清算阿 其實站在我們的角度 我們認為其實這是給國民黨 一個重申的機會阿 你認不認同 我覺得 我剛才講過 對於不當黨產應該處理我 因為國民黨永遠都要把這個摩計 丟到湖山阿 我覺得站在 這個 政黨的主管機關來講 任何一個黨都應該 財產 這應該透明 其之有道 其之合法 那這個不應該只是說 國民黨應該如此 我想 所有政黨 甚至所有的政治團體 都應該如此 因為國民黨從上到下 選後都要喊要丟摩計 對不對 就說阿最好我們全部都把它處置掉 然後做公益 可是呢 好像要逼著其他政黨 讓你們去完成這樣的任務 可是看不出來你們的誠意 或者是他們到底有沒有過去 包括你今天是內政部長的一個高度 或角色在這裡被尋 我覺得你答案也是 不是因為你問的問題都是 國民黨要答的問題 不是 所以我今天從一段開始 我問的就是 站在你一個內政部長的態度嗎 我今天從 你剛開始問的就是 態度上的問題阿 內政部長的態度很簡單 所有的政黨的財務應該透明 要起之合法 有不當的黨產應該適度處理 那我也希望親民黨立場很簡單 內政部長也可以支持 就是國民黨應該自動舉證 哪一些黨產是合法的而非國產 好不好 了解